Hello 我是Bullam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位於修咸頓 也很出名的一間茶樓 就叫金漢宮 讓大家看看環境 金漢宮的外場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是比較韓式的一種設計 如果你們都覺得它像韓式的話 留言告訴我 希望不是只有我一個覺得它像韓國的東西 先跟進 金漢宮應該不屬於修咸頓 它實質上的位置應該是近Posmove 應該說它根本就是Posmove 所以它也屬於修咸頓的香港人 比較喜歡去的一間茶樓 就是一種很舊的茶樓的感覺 你看它連這些那麼傳統的起子 它也有在的 那隻龍呢 那隻龍呢 那隻龍還要是雀燈的 這個就是價值15磅的一個燒肉飯 但是它是沒有配黃色芥辣醬的 有一個小update 就是我今天月在它吃的時候 它竟然有黃色芥辣醬 還要是在香港吃的那隻味道 吃個燒腩來試一下 它燒腩的樣子也是很正常 香港的麵 燒肉不是燒腩嗎 它的皮也是脆的 肉的肥的也是差不多 我覺得跟香港也是差不多 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有一個東西黏著的 肉粽啊 肉粽啊 這個是炸糧 炸糧裡面是有蔥的那隻炸糧 看起來都蠻好吃的 然後呢 它們是一些精點 是用那個鐵籠來塞著的 粉果啦 蝦餃啦 燒賣啦 都是四隻這樣一顆的 在粉果呢 都是跟香港一樣 是三個一籠 這個茶呢 它不管什麼茶都會給你一壺 你是沒得選擇的 而我沒有喝開茶 所以我都分不到這個是什麼茶 炸糧要這樣一齊 這是炸糧 這個炸糧裡面是很脆 皮都OK滑的 但是是一種實一點的皮 不是一咬就會衰 這個炸糧很好吃 然後那個豉油是 那個豉油是蒸魚豉油來的 那個豉油是甜的蒸魚豉油 所以蠻好吃 炸糧好吃的 聽不聽到 希望聽到 這些才是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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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肉的不是脆的 燒賣 燒賣也是 有橙色的點點的燒賣 有蝦和豬肉在裡面的 好吃 我覺得它好吃過 我覺得它好吃過 上海灘 上海灘是另外一間 都在修行頓幾出名的一間茶樓 那一間就是在市中心裡面的 烤糧最重要就是 它的皮薄不薄 現在就試一下 嗯 它不厚 好吃 好吃過MK好出名的那間 而且我覺得它也好吃過 上海灘 然後現在點了一些辣油 它的辣油是不辣的 有些香味 只是要混合它 粉果 看看粉果有什麼 因為我在香港其實都很少吃粉果 所以就試一下它究竟是怎樣 沙生菇韭菜 其他我吃不出 鳳爪排骨飯都挺小的 我的手是這樣 它的碗是這樣 鳳爪排骨飯 鳳爪也不錯 鳳爪不是說很濃味的那些 就是你不用吃完一隻之後 要喝十杯水的那些 排骨就是一個排骨 然後是肥的排骨 我沒有comment 就是排骨 炸魷魚 它的醬 炸魷魚 很奇怪 它的醬 而且它的魷魚又沒有什麼味 我那條是沒有味 我不喜歡這個 試一下小小的 會不會有味 好過剛才那條 但我也不喜歡這個 它旁邊也是有這個小橋流水 沒有我的流水 沒有小橋 裡面有一條魚 有魚 我的天啊 有肚子 有肚子 一百飯 雞肉 雞肉 一百飯 先拿去吃 我先拿去吃 吃飯 有叉燒喔 b b q pork 別人叫 叉燒 炒麵 有些印度菜 有咖喱狀嗎 有咖喱 有咖喱 叉燒包 綠色的叉燒包 綠色的叉燒包 還有白色的叉燒包 我知道綠色是不是 是嗎 有咖喱 請大家原諒 因為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沒想過會用來做youtube 所以拍得也有些左搖右擺 可能會有少少雲 請大家體諒 露水我不得意 有魚圈 我一定要吃這個 我一定要吃這個 Crotter Sausage Mac and Cheese 賣光了 我去打開 它是甜品來的 很難呢 在去 它很有甜 多度衛生 不如嘗嘗打一下 我發現也有很多甜品的選擇 還有巧克力噴泉 被我們完全忘記了 還有鍋膚 還有一杯一杯的雪糕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就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 如果你有什麼想拍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 你不行嗎 還沒想拍照 我們下星期見 我告訴你 我應該沒有我們的 月子rans 我已經有我的 約畫面 我嘗嘗 你又不用再問我